我完全没有想过 今年的时间会成为一名演员 每一次拍 包包snap我都会觉得 是非常欣賞的一次体验 而且每一次都非常开心 也非常的喜欢在这个创作当中 去找到普通的自尽 小的时候 然后经常会被大家问到 刚刚长大后想做什么职业 我回答的都是音乐老师 在教室里面弹钢琴 教小朋友唱歌 因为我小的时候 音乐老师头发长长的 我很喜欢长头发 我以前小的时候去看待 艺人啊 演员啊 也会觉得非常遥远 会觉得 他们过着跟我们 不一样的生活 但当我自己成为了他之后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他真的就是一份之一 其实我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 在打卡上班 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 启发 因为我很希望能够去饰演的角色 像我自己会去思考 他一样会让大家也去思考 这份职业 比起我给到他的 好像他给到我的更多 他能让我在去饰演一个角色的时候 去思考自己的人生 他能让我 跳出这个角色去看自己 我从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我的职业 其实和大家去理解自己的职业 没有什么太多的不同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只要热爱他就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